啊啊啊啊 這空氣又要回去了 我穿了冬衣服 對 太厲害了 太重了 Squad 哇 這件衣服 我究竟什麼時候會穿到呢 我什麼時候得到的 我真的完全忘記了 穿完是這樣 我有多好會穿這些衣服 非常重要的 不要觸碰其他衣服 OK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 我想所有人類都很想逃避的一件事 但是每度轉天氣 不做又不行的一件事 這件這麼煩的事 就是幫衣櫃換櫃 韓國現在正在入夏天 雖然最近下雨偶爾也會比較涼 但是很多時間如果是晴天 或者沒有下雨沒有盛 都真的很熱的 所以也是時候把短袖衫 背心 短裙 短褲出來 自從我們要搬到現在新屋之後 就添置了三個衣櫃 而這三個衣櫃裡面 目前都是冬天夏天衣服 一半一半 因為當時我收拾衣服的時候 精神狀態都很不穩定 我不是跟大家說過 我是一直收拾 一直狂哭嗎 覺得什麼時候才收拾完 所以在當時這麼混亂 精神狀態收拾出來的衣櫃 我是不滿意 然後這幾個月持續下來 使用它 都覺得總是有些衣服找不到 所以今天我想跌了心思 和大家一起換季 收拾一下衣櫃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的衣櫃是什麼情況 你可能這樣看 就覺得好像可以 起碼衣服還是一件件 掛起了 沒有說有些是捏一捏 整個暖狀缸 這樣 暫時沒有這個情況 但是 你認真看 你會看到這個衣櫃有很多問題 首先最大的問題 你會看到是有超級多 根本就已經不適合季節的衣服 因為上一次我收拾衣櫃的時候 是冬天 所以理所當然是有很多口袋 長袖 冷衣 瓶 這類型的衣服 所以我三個衣櫃裡面 其實兩個都是放了一些 極不適合季節的衣服 所以這些是要全部拿出來 然後把它放在其他袋裡面 再另外收拾 另外一個很想配 收拾衣櫃做完的衣服 就是我想來一個很簡單的斷櫃 其實我自己不是一個買衣買很多的人 但是我在韓國也住了這麼多年 我真的很認真看哪些衣服我會繼續穿 哪些衣服我已經不適合 哪些衣服我已經不喜歡穿 所以我也想真的更新一下自己的衣櫃 需要淘汰 或者已經太夠 或者根本就不適合自己再穿不到的東西 我就會選他們出來 然後再捐了他們 第三樣東西 我想做這部影片做的東西 就是一個 小邪惡的老婆的私心 就是我很想把我自己的衣服 跟小巴西的衣服完全分開 可能我會留一個衣櫃 整個衣櫃都是小巴西的東西 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東西 就是我這個衣櫃 我這個衣櫃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直立式拿來掛衣服 然後再跟三個櫃桶 這裏有一個很尷尬的洞 其實這些是 我的一些Ten Top 打底 或者比較舒服的內衣 其實我是一個內衣的收納 但是這個收納長期以來 之下又變得很暖 我另外那兩個衣架 都是屬於這些兩層色的 上下都可以放到衣服 超尺 因為真的超級暖的一個位置 希望過了今天之後會好一點 我昨天也去了Daiso買一些 我自己認為 幫衣櫃換季可能會用到的東西 其實這個袋裡 超級大袋 不過其實我是買了兩三萬元而已 很便宜的東西 其實我昨天去Daiso 最主要想買的東西 是這些 這些叫做 Compression Pack 真空的收納袋 我都盡量買大一點 因為冬天生物比較大件 讓你想想兩件羽絨 都可能一個大袋 那我買了不同的尺寸 就這種尺寸 再大一點 放屁的尺寸 也有一些是用手捲的 那這些就不需要用到抽氣的機器 只要用手捲捲 把空氣擠壓走就可以了 那旅行也可以用 買多了幾個衣架 因為我覺得夏天的衣服可能薄身一點 那一個衣櫃裡面 可能可以fit到多一點 可能需要多一點的衣架 那我就這樣買多了10個 我還買了這些 這個是一些衣架的 什麼 吸味劑 我就每個衣櫃買了一個 那每一個可以放兩個月 最後就是一些 細件物品的收納 那我就選擇買了這些 這些衣架 那這些衣架 我買來主要是想target 剛剛給大家看 不是有些bra 然後有些小背心 打底衣 那類型的東西 又小 那你有時不穿它也不行的 我覺得很重要 打底衣 所以就想找這些 這些衣架 去收納它們 很重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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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XXL 120cm成90cm 它都很純貨 整個拿包袋這麼大 這也是 Mommy judgment 我超喜歡的 已經買了兩個冬天了 它是很暖 而且穿起來 我會覺得自己好像藍了一條棉皮外出 又無神神 冬天其實也沒得性感 你必定要走可愛路線 我穿了兩雀 已經出光了 我們明年冬天再見 這件 我覺得穿上去冬天 基本上已經要淘汰了 因為裡面的蓉已經散了 有很多披口的位置 然後拉鍊是爛的 是拉不到的 所以像是花西雀 因為它很冷 要拿去回收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人可以更好運用它 好 那這個袋子的洞就在這裡 我就把吸塵機搏進去 開啟 有沒有在吸? 有喔 好像 但是可以吸多一點嗎 啊啊啊啊 這空氣又要回去了 原來我要把室塞 馬上把室塞進去 啊 OK 寶寶來看看 蛤? 你看 那是什麼? 第一袋的冬天衣服 很瘋 很瘋吧? 很重 很重 Squat Squat 成功張 一大部分的冬天衣收在沙發底 其實另一邊都應該可以收到的 但是累了 先壓一條椒 我只做一袋都做得出汗 家庭主婦真的很難做 沒有 那一隻 它把牛油打相對 呃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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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top 我現在都坐在我整個冬天的家檔上 其實也是一件頗療癒的事 尤其是最近這麼多時間在家裡 然後又覺得做什麼都好像很不順啊 好像很浮躁啊 不知道做什麼好的時候 我覺得收拾東西也是一個頗好的活動 當然又提起決心收拾東西是很難的 但是當你真的做到一本 看到東西開始整整整條條 看到你的空間變得空曠 我想中間的成功感都頗大 還有一個整潔、有條理、有生活環境 其實都應該可以令到在裡面住的人類 心情、狀態都會好一點 所以我想質疑和運動是兩樣一定不會錯的 決定 好 這個都完成了 最後一輛的櫃衣、衣櫃衣放在衣櫃的一層 好了 第一階段完成 我應該拿了一些冬天不可能會穿的衣服 放在秋真空 然後放在不同的地方 剩下的呢 你看到還是有長袖的 譬如那些牛仔褲啊 然後 偶爾有一些 後褲 因為其實韓國的溫差比較大一點 晚上也是會冷的 所以都是保持一兩件厚褲 長袖的牛仔褲 但是那些羽絨啊 木毛褲就全部都收起來了 那衛衣方面呢 其實都有留到幾件的 那小巴西最常穿最喜歡的幾件 我自己常穿 然後又不算超厚的那些 其實我都有保持一兩件的 那這些開胸的衣服呢 都是一兩件 就是偶爾凍的時候 都起碼可以 就這樣在衣櫃裡拿 不用又在袋裡拿出來 現在三個衣櫃呢 就空了差不多一半 那第二個階段呢 我剛剛就把一些 夏季我收起來了的T恤 我的 還有小巴西的 都找出來先 那他們本身呢 是一些 孤人野鬼來的 我不知道要放在哪裡 我都不知道會不會穿 那所以現在呢 我要逐件 看一看 究竟我會不會穿呢 那再睡醒來 會穿的話呢 我就會再習慣氣啦 或者放回到T恤 讓它容易點拿 那這些黑色衣服 基本款的 我會掛起它 因為它 每次可以貴 其實10次 有8次都在找 這些黑色衣服 哇 這件黃到這樣 它不是會穿吧 大家看不看得到 已經是 很黃的了 Baby Yeah You still gonna use this shirt I still want to at home HIGH YELLOW 這些它一定會穿著穿 雖然這件貴一點點 它單價 但是 買了都整三年了 有啊 有三年 它還是版型的 質地很好 現在年紀慢慢開始大了 我都開始會知道 原來有一些衣服的質地是好一點的 當然 有性價比高 質地又好又便宜 當然這些是 最值得入手的 但是我跟小時候不同了 就是 我不會看到 很便宜很便宜就去買了 有時候你一磨它的質地就知道 這件穿兩件就補了 或者穿兩件就補了 盡量找一些 質地好一點 然後各款式 沒有那麼容易退流行的 一些衣服去買 等你多一些機會穿到那些衣服 就不會浪費了 其實透過收拾衣櫃 也是一個 好好檢視自己的消費習慣 轉變的一個方法 我有時候找回 可能我剛剛來韓國買的那些衣服 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貼了線 為什麼要買一些 各款式是這麼有時代感 質地又不好的衣服 大家買衣服的時候 都真的可以考慮多一點 買一件質地好的 可以穿久一點 好過就只穿幾次一季 那就浪費了 我選完之後 決定掛在衣櫃的下季T恤 就有這一堆 我們待會會掛在它的衣櫃 剩下其實這裡還有一堆 我之前有收拾過 是它的背心 背心因為這些很小 你掛起的話 其實都很容易會掉薄 無緣無故會掉了 我就決定 會放在這個屁股裡面 但是它的衣服就這麼想走 其實它真的不是很多衣服 我最後要把它的背心 放在左邊這個位置 它平時穿衣服 可能把衣隔向右推 就找到這裡的T恤 好像把衣服的換季 基本上就完成了 現在到我的換季 會不會太多衣服了 這些都是幾新的衣服 這些我都會把它 分成同一類掛在一起 想穿裙子的時候 可以一次過選 這條其實我也穿過幾次 可能背後的cutting 我覺得穿底衣服很尷尬 我想我應該不會再放它 在我的衣櫃上 然後上身的衣服都分一類 嘩 這件衣服 我究竟何時會穿到 我何時得到的 我真的完全不記得 穿完是這樣 有多好會穿這些衣服 一定要穿高跟鞋 這些可以我覺得 我應該不會保留 這件browse看起來很普通 穿了它 我都跟小花西吵架 我記得連小花西生日 我穿它 因為我們是罵大架 好像每一次穿都沒有什麼 好的回憶 但是穿著它 不好的回憶 反而很深刻 這類型令我想起一些不好的事的衣服 我都會寫的了 有什麼行政套裝來的 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衣服 肯定是以前上班穿的 我找到一件 一年前買下的性感睡衣 但我一次都沒有穿過 我首先是買了 而且它全部都是透 穿了一定會超多 有沒有發現 我的白色紋衣服 全部都是米色白色的 衣服 那衣服就收拾得差不多了 等一下我會再給大家看看 換季完之後的衣櫃是怎樣的 現在我要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些除臭劑掛在每一個衣櫃裡面 我剛剛收拾的途中 我都真的聞到有些噁味 還有很久沒有拿出來曬太陽衣服的那種味 所以慶幸買了它們 希望可以令到我衣櫃裡面的衣服更香 它有點蒸油味 我撿了整個下午 我從天亮到日落 我們整個發表一下 那三個衣櫃呢 現在都換了夏天的衣服 遲下它找衣服 只要來這個位置一找就找到 中間這個衣櫃 主要放一些衣服 夏天也是要穿衣服的 所以有一些比較薄的衣服 牛仔衣服 一些冷身 最後這個衣櫃呢 就是我真的大部分的衣服 夏天衣服 在這裡的衣櫃 上面就放了 上衣的上衣 經常會穿的 casual的款 都略略跟了顏色牌的 下面就是一些比較長的東西 例如一些one piece 然後一些over size的T-shirt 然後褲 都有一些 分類和摺的打底衣服 和tand top 都放在這裡 我住在家 我住在這裡 我住在這間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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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衣服 真的嗎 如果你不找到這裡 你不找到這裡 你不找到這裡 它不存在 哇 哇 哇 這部分很特別 這部分 這部分 都是白色 然後這些衣服 這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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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以它是黑色的 黑色 黑色 哇 哇 我找到這個 我想用這個 我知道 我保留一些長衣服 和衣服 像冬 什麼是這個 哇 這是我的 住在家嗎 沒有 工作嗎 如果你想用這個 可以找到這裡 這個我做的 對 所以 你找到這個 很重要的 謝謝 很棒 我從來沒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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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遇到 今天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告訴我們 我們 快點 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